这二手车这还可以退吧 二十二买的别三十块要 三十块给卖的 那退给他让他三十块卖的 喂叔 喂 忙着卖 你要去车哪里 没忙的话用你车用几天 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个车子高海拔地区就是 他在翻那个高海拔的山的时候 就会动力就会出现问题 那个转速跟不上 然后那个温度 就是说降温了以后他又跟得上 就那种反反复复 然后我们就害怕这个车坏到山里面 然后就半路又灰溜溜的折返回来 然后重新换了一个车 换了一个这样的长城泡 然后就是每一天给人家租金 啥 东北人咋 不能有地域那个啥 我只说性格好少 不是的你刚才说东北人开车萌 不爱去车 29 这个有啥吗 那什么声音 吓死人了 导弹 一会上隔壁汤吧 听到声音了没有 东风快递 好大 这就相当于一个几万块钱就在天上跑到那 几万几万像不来吧 几万做不了 到咱们后面有几万 几万 剪壳子就两万了 有香菇粘白有肉的 香菇粘白有肉的 香菇粘白 嗯 你做啥 你吃啥包子 好凉凉啊 今天这个手啊都是莫为奇妙的受伤 人家全人奇妙可以 啥 莫为奇妙的 哦 已经买过了就啥 一切的 哦 已经买过了就啥 刚刚手又撞到了 那个铁器上面 然后右手 前几天撞到了一个道路 幸亏撞的只是一个浅口子 莫名其妙的受伤 好了 我们出发了 上期视频还在说 嗯 进去了就没信号了 我现在没想到半路又回来 回来换车 如果这次再进去 不说那些乌鸦嘴的话 希望这次顺顺利利的晚 好了 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希望你永闯天亮的日子 等你一起陪伴 拜拜